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新郎元宜新京华科主帝 余思藏昂責基督 作成脊椎外傷的原因 包括隔宿、堆勒、乘荷、跌倒、運動傷害等等 這些會偷舊性的骨折 大部分都是由於非常強大活力、襄擊所作成 脊椎骨頭嚴重疑惑 脊椎和心境比推脊至压迫 相見的症狀有感到異常 運動傷害、大小便失禁 嚴重者作成研究性的癱瘓 我到新郎元宜新京华科主帝 余思藏昂責標示 這位42歲的外籍移工 女性因為騎機車 有男朋友在 然後就摔出外面 然後鑽到安全柱 鑽到安全柱之後 下肢就無法動彈 所以因此就被送到我們的急診 來到急診之後 兩隻的神經學檢查 發現兩隻腳幾乎是前膛的情形 但是他的下肢肢體的感覺還是在的 而且做肝門的一些治疹 還是有一些收縮的情況 那代表他是一個不完全的損傷 因此就在我們這邊 麻痘性馬上做一個緊急的 一個護衛的手術 一個治療這樣子 主要就是影像 在海維開刀前 我們有幫他做一個電腦斷層 就明顯看到 在胸椎的那個地方 有嚴重的一個 就是脫臼性的骨折 那這個脫臼性的骨折 已經是整個是位移了 那一定很明顯造成了一個神經的壓迫 所幸我們接受了一個緊急的一個手術 做一個就是神經的減壓 以及腹胃以及後固定的一個融合手術之後 病人目前現在就是在腹腱 殘期的一個腹腱的治療底下 已經慢慢的可以就是站起來 慢慢的一個行走一個動作這樣子 所以簡單來說 結論就是其實像這種 就是脊椎損傷的一些病患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發生的時候 不要輕易的搬動病人 因為如果已經搬動的話 可能會骨頭的位移會更加的嚴重 這時候就會造成了一個嚴重的神經的損傷 那這時候我們應該要立即的把這些病患 送到有脊椎專科的醫院 去做後續的一個處置一個部分這樣子 那現階段來說 最主要就是我們他的癒後 像這些病患神經損傷的癒後 最重要第一個就是 他神經損傷當下一個狀況 那我們可知道我們的神經損傷 可分為完全性的損傷 跟不完全性損傷 那完全性損傷就代表他下肢 像比方說這個病患 他如果是下肢全部沒有任何的感覺 沒有任何的運動神經 就代表他是完全就沒有任何的 就是運動的能力 這神經就完全受損 這就是完全性的損傷 那如果他是還有一些運動功能 或者是說他還有一些 就是感覺的一些功能的話 那就代表他是一個不完全的損傷的部分 那這些基本上來說 從目前的治療來說的話 最主要還是以 除了給予一個大量的肋骨醇的治療 然後減少神經的發炎 那個組織一個現象 最重要的是 就是在24小時之內 緊急去做一個復衛的神經檢壓的手術 那以目前的研究來說 如果早期在24小時內接受手術的話 其實對病人透未來的一個癒後 或者是未來的一個狀況 以及併發症的一些產生 會有相對來說 會有更好的一個效果 就是更好的一個癒後 那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除了接受手術完之後 不代表就已經沒事了 接下來還要進行 接下來有很多的一些治療 比方說一些復健的一些治療 那中醫針灸 以及其他的一些藥物 去避免一些併發症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對於慢性的一些脊椎損傷的病人 後期還有一些所謂的高壓氧的一些治療 以及一些有關 所謂現在目前比較流行的一些幹細胞 移植一些治療 這些治療都會對病人來說 是一個未來很大一個福利的部分 但是首選目前如果遇到緊急的狀況 首選還是要趕快 就是找到專業的一個醫院 磚科醫院 脊椎磚科醫院 那趕快去診斷 神經血檢查 趕快去找出問題 趕快去做後續的 的一個藥物治療 生命真相穩定的話 那趕快去接受一個手術 一個治療的部分 這樣 嘿大概是這樣 趕快去診斷 一旦發生脊椎損傷 他們緊急就醫 由專業的神經瓦科醫師病故 如果有神經壓迫 他們把握不緊實際 盡快接受脊椎手術 才可以改善病人 五紅醫療 並降下死亡率 以上是磚科醫院 他又是磚科醫院